站台消息来看到吴敦义小姨子阿娇到底是不是吴敦义的账房 民进党中指挥洪志坤今天提供资料表示 阿娇至今仍是吴敦义的账房 而且呢吴敦义担任高雄市长期间 夫人蔡令仪的贵妇团也都是由阿娇居中联系 因此吴敦义的政商关系阿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洪志坤呢也进一步的表示 吴敦义一直撇清和阿娇的关系根本是自打嘴巴 吴敦义的小姨子阿娇近来成了大家追逐的对象 他到底是不是吴敦义的账房 绿营人士持续追打吴敦义与阿娇的关系 阿娇是吴敦义长期而且固定的政治账房 而且到现在都还有在协助吴敦义夫妇处理高雄地区的政商关系 民进党中指挥洪志坤肯定的说 阿娇到现在仍是吴敦义的账房 他甚至把阿娇与蔡令仪的贵妇团连结 阿娇负责将地方势力结合 居中联系进入蔡令仪的贵妇团 吴敦义不要把阿娇形容成一个无知可怜的家庭主妇 事实上阿娇在高雄市的政坛活药政商界 而且是蔡令仪贵妇团重要的居间联系人 根据洪志坤的说法 吴敦义担任高雄市长时 夫人蔡令仪与地方人士官夫人组了一个贵妇团 这些贵妇团都是由阿娇从中联系 而阿娇又是吴敦义的账房 所以阿娇在吴敦义的政商关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既然阿娇与吴门中熟视 吴门中又收了陈启祥一千万 因此绿营紧咬吴敦义不可能置身事外 连日来绿营紧追吴敦义与灵异式贪污案的关联性 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图已经让民众补撒撒 昨日新闻林真言百问评高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